网友给我留言 老弟你的视频我都看过了 感觉你说的挺好的 我现在想问问你 航海家和凯迪拉克X体5 这两个二性品牌哪个好 我19年买的X体5 去年转货栏上报废了 开的挺好 就是小忙碰多 不知道航海家咋样 想听听你的见解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的网友朋友们 有没有买过开过再两款车的车主 你们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其实不在乎品牌的话 海家这部车子还是很不错的 但很多人担心它的发动机变速箱 它的发动机变速箱是来自于福特的 并且是升级版的二人体高功率的发动机 比福特那个动力更高一些 更好一些 你要说这两部车子小玩命多 其实现在还算是可以的 以前多 现在闪大件都能用住了没事 唯独的一大缺点就是说不保值 这两个车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底盘的特别稳 尤其是跑高速 底盘的质感是特别好的 你19年买的是2020款 发动机和变速箱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是最新换装了RSI那个二零体发动机 但那时还没有这个上四十八块轻火系统 2021款才上了四十八块轻火 你买的那款凯吉拉克XT5呢 它的发动机取代了2018款之前的LTG二零体发动机 虽然动力上不如以前了 咱不都超超油耗高吗 现在确实是油耗也少了一些 但是动力的也是绝对够用的啊 那么换装了RSI二零体发动机 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上了可变缸技术 通过智能调节进气门的程度 来实现四缸经济模式 还有四缸高性能模式 还有两缸经济模式 相比上一代大约能节省10%左右的一个油耗 这就不少了啊 那但小胡子认为呢 还要根据个人的驾驶机关 来决定油耗的一个高与低 说到小麻烦呢 确实相对比较会多一些 不过现在新款呢 越多越好了 海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隔音基因做的特别到位 全车35处做了一个隔音处理 就是说五成升级薄裂 达到了一个深海级别 你坐在你车内 关上车门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就是这种感觉 以前需要加926 现在加9伏 好好的了 新款呢 取消了2.7K6光级版本 那次呢 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换装了一个环抱式的4K大屏了 用上了高通骁龙815芯片了 但是悬架也有原来的铝合金悬架 换装了双车刷的钢板悬架了 这是简配的地方 但是也不影响使用啊 双车没有任何问题 像新款的奔驰GLC啊 宝马X3 也是冲阿斯的钢板悬挂 知道吗 也没给你用铝合金材质的 只有羊鸟 那个给你用上了这个铝合金材质 知道吧 只有现在奥迪QR 还保留着下百币的铝合金悬架 其实这辆部车呢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不保值 但是你正常家用 我不去卖 我常见使用 还是不错的 现在这样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所以你顾虑的这个小毛的 现在新款的越做越好了 小毛也提升了很多 改善了很多 不会像以前那样了啊 方便机都变成箱都能用住 没有任何问题 只不过是如果你开够了 开腻了啊 想处理的时候 确实是他跟同级边乡 一线品牌 奔驰棒奥迪相比 那肯定是不那么保值的 其实也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你要比 你要跟奔驰棒棒奥迪一样 保值的话 那你不属于 好好二线品牌了 那你不变成一线品牌了吗 是不是 那他们不就变成不保值了吗 对不对 这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但是车是好吃的 能用住 没有任何问题 个人认为小毛认为啊 买车真就不用顾虑 什么保值不保值 咱哪里是开的 也不能拿着导弄了 是不是 也不能拿着 今天买名的卖的 对不对 这两部车子开起来呢 隔音基因底盘的质感 是特别优秀的 稳重感特别好 尤其是跑高速长途 过了84公里之后 你就会感觉啊 要比奔驰棒棒奥迪 更加的稳重 知道吗 这点呢 是他们的优点 又是 底盘这块呢 不会给你通工点料的 包括车身安全这块 都是非常好 非常优秀的啊 要比日系 德西做的更优秀一些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义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